李玉冈 他特别有疑问,一位这样的歌星,而且风格也特别奇怪,他的妻子会是什么样的呢? 记忆最深的就是李玉刚唱的那首《贵妃醉酒》,在舞台上很轻松的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来回穿插。 他独特的表演方式,有中国的艺术特色,还有传统的戏曲精华,再加上流行歌曲都结合为一体,真的是非常出色。 同样也是在星光大道出名的李玉刚,凭着优异的表演获得了星光大道的年度季军,从出名以后,也是忙忙活活的,通道不断,也是上过很多知名的电视台受邀参加各种表演。 据透露,李玉刚早在九年前就已经秘密结婚了,而且还已经和妻子有了一个八岁的女儿李华,目前在国内某贵族学校读小学二年级。 说起李玉刚的妻子,她的妻子叫卓亚,两人是在十年前的乌克兰参加了文化交流演出时相识,而卓亚还是乌克兰正佛高官真女。 她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,感情非常好,老婆一直不离不弃地在李玉刚身边。 其实一直以来,很多人都认为李玉刚唱歌满身就特别娘,再加上长相清秀,唇衣风格也是非常的让人难以捉摸,一直以来都很多人觉得她的女人味太重了。 但事实上,李玉刚骨子里一直都有着很重的男人味,因为她一直以来演出的都是斑串风格,一个演出什么觉得只要用心,都会引得出来,只能说了李玉刚对于事业非常认真罢了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